你胆子大了 那上方的功能敢不敢出手 这是个问题啊 下方功能是回回出手啊 上方功能你敢不敢出手 现在就凭谁的功能先死啊 谁的功能先死 这个 如果胆小的 就只能防御了 你要是不防御吧 你这个被射打就死 如果你防御吧 那你就不能给对方压制 好 这个下方6的功能呢 这个中全种再度复活 好 上方也复活 双方全都复活了 那么上方的这个 上方他就比较聪明啊 他是选择了功能防御 然后中全种复活 复活之后的话 不用这个中全技能 这样一来的话 至少你的 这个宠物就不会被 这回合直接被击杀 下方的依然是有这个 用中全 依然是有中全技能 这样一来你这个 这个中全种有点尴尬呀 这中全已死了 这么多回了 一路的死回去啊 1300 控制技能 1200 这波的话 这个又被击杀了 这有点悲剧啊 功能出手 全部打在这个 哦 有一件中射中了 1300 这件还不错 功能是这个 只要射中人物啊 人物虽然不至于 被直接飞 但是这个人物的这个 特别是人物的坐骑的血 是很难回上来的 如果两回合连续被射中的话 那么这个坐骑很可能被落马 一旦被落马再射中的话 就直接飞掉了 所以这个 对上方队伍来说 这会儿也是有点风险的 他如果下回合 这个人物 下方队伍 如果稍微这个 狠一点啊 两个 两只宠物直接这个 一个 麻痹威吓啊 一个被武 然后直接集火的话 很可能直接把这 这人物杀掉的 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如果两个全中的话 如果下方队伍再有点套路 这个声东极西 我表面上打你 反过来集火攻人的话 也有可能 有可能把这个攻人挤上 这都是有可能的 继续这个 复活中间宠 完了这个 你们两个这个 斗战术简直就是 就是每回合都一样啊 也不做点变动出来 再次的话是 独弹攻击打狗人 是想这个 把狗人的这个 守护破一破 好 1900 这一波回的好 刚好这个乱命了 这个独弹攻击和这个 队伍的话是 前后顺序不一样啊 刚好颠倒了 两只宠物的 敏捷比较相近的话 是会出现一定的 这个波动的 那这种乱免的话 会有比较大的随机性 500 还行 这次应该 中拳手能保得住了 打在守护上了 继续急火狗人 哇塞 1800 上方搜索 开始出狗人了 以前 090 刚好射杀 这个中拳虫 这也是尴尬 这个真的不偏不 不偏 不一啊 刚好射杀 那么下方队伍的 狗人没有被出手 哎呦 我这个 直接点出去了 这就尴尬了 好吧 咱们继续看这两点 我记得我第一次玩 实戏那会儿的话 这个 连注册游戏都不会注册 当时的话 这个 好像我记得 我同学跟我说 要注册这个游戏 还需要先有个 注册个一面 然后一面 怎么注册 我都不知道 完了以后 这个 还是我同学 帮我去 注册了个一面 然后呢 这个 又去买了 那个新手 序列号 一张这个新手包 然后里面会有个序列号 用那个序列号 然后的话 这个才能注册 那个账号 以前的游戏的话 想要玩的话 你先得买那个光盘 然后 用里面的序列号 才能注册 然后现在 想玩哪个游戏 直接注册一下 就完了 夺断攻击 这回合的话 下方就总算开始 这个求吻了 直接把这个功能选择防御 然后呢 宠物不再用中拳 打算这回合 把宠物血给他挥满 这还是比较明智的 要不然你每回合 都要去救 功能中拳手 很被动 多段攻击 功能虽然防御率很低 但是如果你 这个使用防御状态的话 这个应该还是能扛得住 一人攻击的 除非你运气真的遭到极点 这个中了什么 麻痹威吓之类的 让你的防御姿势消失 然后再连续被虫击杀 把下方的功能出手 好 这波的话 这个直接借助了 功能的这一键啊 把这个下方队伍的 功能的中拳手 给他直接回满血了 4000就刚好回满 好 那么这波的话 完全有机会了 那么现在双方 这有个最大的问题 在于这个 双方都没有吃到属性优势啊 上方的是这个地属性 转弯变火属性 下方吧 是这个 也是地属性 转弯之后 变火属性 而战场属性 刚好是这个 地属性 结果两边的话 这个属性是 谁也没吃到 甩了波精灵 好 军灵对落 哇塞 这波精灵太漂亮了 直接把上方的 这个功能和中拳手 全部实化 非常漂亮 这波上方 有点风险了 尾旋踢 火属性 哇塞 这波的话 吃到属性优势了 咱们一块看 这个打出来 伤害流回了 我感觉 应该会非常漂亮 哎呀 又被盖掉了 哎呀 这个上方的 这个 第一个角种 他这个属性 掐的时候 是太坠了 刚好又盖掉了